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所以从道不从军 孟子讲从道不从军 道尊于世 现实的君主的权势 没有道高 所以道是比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下面我们说 我们后面要讲儒家思想 在这样一个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一个君主 一个世人 出世做官 就非常讲究所谓的进退出处 如何进如何退呢 不是无条件的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不是像法家韩非子所讲的那样的 叫做主脉官决 尘脉智利 双方一个赤裸裸的交易关系 不是这样的 我要做官的话 要讲你是不是有道 能不能实践我的道 所以知识分子 世人出世做官 要实践心中的道 这样的话 他们通过做官 就把他们的这些价值目标注入到了 通过他们的实践 注入到这个官僚体系里面 那么至少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流文化 他的这个里面 这个官场的行政文化里面 儒家的这个目标 是占主导地位的 是在正面的起作用的 所以在这个文化下面 发展出来一套大臣的 或者臣僚的 他的规范 行政规范 一个人不能够一味的迎合上司 不能够 而是应该 什么叫行道呢 行人政 为民请命 所以这是大臣的规判 当然一个大臣 如果说完全离开了这个目标 一味的迎合统治者 这叫有失臣结 真正有失臣结 所以你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 由于这样一个强大的文化力量 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在一个朝代 在君主那里讨好的大臣 混得比较好的大臣 往往在历史上 在后世都不太好 甚至你包括像王安石 张居正这样的 你包括这个桑红阳 什么汉代的这 中国文化的这就是儒家文化 这种最高的这个目标 在里面写作 跟那个君主搞好关系的人 在舆论上在整个的 不被看好 更不能说岳飞和秦桧的 不同的遭遇面 秦桧 那么它消失在 关于秦桧的信息 消失在历史 秦桧可能有后人 以他的家族 他应该有家谱 但没人说 我的祖先是秦桧 他被历史 他在历史中间 完全被掩埋了 岳飞 我们经常看到 这里发现一个岳飞家谱 那里一个岳飞家谱 还跑到国外去了 这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我们还看到 我前面也曾经说过 比如你看在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时期的宰相 我们现在 在武则天很走红 很当红的几个人 在整个的历史上 在唐大的历史上 在知智通鉴 在唐大的历史里面 都是受谴责的 基本上受谴责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行政文化下 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和目标 和这个君主的目标之间 存在的一种 形成一种紧张摩擦 所以 使得很多官员 当然不完全是 总有一些人汪道去世 我们也可以理解 汪道去世的情况可能还比较多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做官 为了发财 所以把儒家的教导望在一边 当官不发财 请我也不来 现在我们某个县委书记 不是讲的 这个 有这样的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但是正面的 弘扬的文化里面 就是为民请命 为民做主 替天行道 行道 道尊于世 一个大臣 官子虽然小 那么一个臣僚 小到一个县官 那么受儒家这个影响 他有他的自我尊重感 一种是的 用于英识先生所说的一种是的自觉和自重感 我是一个是 我不是一个强权下的奴仆 我不是所谓的行妾妇之道的奴仆 孟子所讲的一味的迎合上司 这是妾妇之道 这是小妾 这是小丫鬟的这种做法 对吧 这不是一个大臣 这不是个大臣 所以我尽管做官 在义上面 在义理上 我是遵守尊重君主 但是并不等于说 我在道上可以去服 所以我做官 是为了替天行道 为了行道 为了为民请命 而不是做一家一性的奴才 如果做一家一性的奴才 这就是最大的不忠 最大的不忠 所以我一直讲 甚至你看这种文化的力量 在武则天让他的大臣 替他写的陈规 轨道的轨 陈规 做大臣的规范里面 恰恰就是说一个大臣 什么叫不忠呢 一味的迎合上司 作为一个地方官 毫不顾忌老百姓的生死 以完成这个 对上完成纳税任务 为准 这样的人就这么忠 这甚至和我们今天的某些 要求简直是相反的 我们现在恰恰是一票否决 对老百姓怎么样 还不要紧 但是呢 完不成任务 一票否决 所以这个呢 我们今天有的方面 当然比过去进步多了 有的方面可能还 还要吸取历史的智慧了 所以这个呢 以道士君不可责旨 表现出一种 有了这样的价值目标 表现出一种 对于专制国家 专制君主的这种 距离感 疏离感 也好 或者一种庄重感 一种自重感 一道士君 不可责旨 你不听我的 我可以退 可以退营 我可以逃亡 当然了 这个逃亡也是不容易 在专制制度下面 有些情况下可以逃亡 有些开明的王朝里面 大部分情况逃亡 还是可以的 是吧 悠游山水 所以中国 这一逃亡不得了 造成了中国文化 这种文学艺术 这么发达 是吧 当然有些 在极端情况下面 到了像明朝 朱元当时最 应该说最残暴的 这样的什么 就是你逃亡 你连死亡的自由都没有 还逃亡 是吧 你死亡 你随便自杀能行吗 跟我们文化大革命 你自决于人民 还继续批斗 是吧 那么在专制 在明朝的时候 比如明成祖朱立的时候 他进了南京以后 有很多人不合作 自杀 自杀不行 苏联就住 还好 所以最后 为了自杀就动很多脑筋 买通压解的官兵 有的大臣为了自杀 怎么办呢 走到一个桥边 买通压送的官兵 把自己推到桥底下去 伪装 叫做这个什么 伪装这个意外事故 落水而死 后来一调查出来 发现这是假的 实际上还是真自杀 还要追究责任 继续批斗 这个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专制制度下面 有时候连死亡的自由都没有 你还逃亡 所以朱元璋 曾经下令过 还忠世代夫不为军用者 格杀无论 是吧 处于急刑 还与职内的世代夫 如果敢不为军用 不为我服务的话 处于急刑 这个就是连 当然我觉得这是可能 中国历史上最惨的 最残酷的政令 你连逃亡死亡的自由没有 当然像清朝 不管怎么做 还客气一点 我不做官 有的人不做官 不做官怎么办呢 到你家里去拿轿子抬 抬我不上 不上怎么办 拿绳子捆 那么捆 所以这也是 如果我们现在的官场 有这么好的美德 该多好 咱们国家的机构改革 那一下子就改好了 对不对 不存在这种问题 有的人捆着 用绳子捆都不来 你说这样多好 像这个山西里尔区 他们 康熙皇帝 这个几次到这个五台山进乡 总想因为听说 关系这个李先生 学问高尚高达 要见见他 要见见他 这个 因为按照传统的 这种礼节 皇帝到了某地 五百里之内 这个方言五百里 都要作为有功名的 作为读书人 时代不得去接驾 但是呢 几次到五台山 反正是 每次他这个巡游的路线 总是离这个李二曲的家乡 越离越近 但是呢 这位李二曲先生 就是不肯出来接驾 那么皇帝又没面子 也不能说邀请啊 请你来吧 请你过 欢呼万岁吧 对不对 但是不来怎么办呢 后来就是 你再不来 就往他家里 这个临线走 最后呢 李二曲也没办法 就派他的孙子 出来接驾 但是他自己还是不出来 是吧 所以这个 这时候我们联想了 古今当然这个有点 有时候有什么了 我们那这位史学大师 陈彦俊先生 住在中山大学 是吧 当时有很多人 也是想见他 是吧 比如说康生啊 比如说康生 非常仰慕他了 这个有很多大学的 当然郭沫洛不肯 郭沫洛他是不肯见了 是吧 因为他根本瞧不起郭沫洛了 是吧 那么这个像康生 几次见也是 不准见 不接见 是吧 就是 这个 这就是 也玩点古代的这种 这种史大夫的味道 是吧 这个 所以他也挨整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 中国传统史大夫里面 他和这个 君主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个儒家的精神 这个儒家的精神 在这点上 我把它叫做 实际上呢 这个 虽然他并没有像基督教这样的 在西方那样的明显的政教分离 没有那种外在化的双层体系 是吧 并没有那种外在化的双层体系 有上帝治国 地上治国的这种划分 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 儒家思想 他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两个世界的划分 一个世界就是现实的世界 一个世界就是他 儒家所设想的那种道的世界 道德王国 他构成了这个两个世界 那么这个道德的世界 道德的王国世界 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世界 它类似于西方宗教的这个比岸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 这个超现的世界 所以这个意义的世界 是我们的生命的存在的支撑点 是我们读书人 知识分子存在的支撑点 所以有了这个意义世界之后 就会使我们对现实 有一种超越的态度 把现实挡着 不过是暂时的 有缺陷的 需要改进和批判的 这两个世界的存在 是知识分子 说传统世代部 对现实有某种批判的 独立的意识和精神 自重感 是吧 这样呢 两个世界的紧张 也造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和类似于和西方的基督教下面的 基督徒 他们呢 在精神上的这种独立 在精神上的这种 甚至对于专制皇权的傲视 是吧 为什么呢 他在他的心目中间 他的生命的价值 他的最终极的意义的支撑 或者说我们前面说的 能够消除他的这种人生的紧张感 我们这种生命的 形而上的紧张感 焦虑感 超越生命 这种形献之思的这种焦虑感 他是来自于 来自于儒家的道德理想 王国 他不是真正的来自于 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 哪怕他不彻底 他至少是现实的政治国家 给他的功名利落 不能使他满足 永远抚平不了 他内心的这种形而上冲动 而儒家 构造的这种文化 道德理想 这种 这样一种意义支撑点 对他来说 非常重要 这使他能够敢于 傲视 这种现实的君主 能够站立起来 能够站立起来 所以这一点不得了 我之所以讲这个就是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 我在心中早已有联想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联想 有没有啊 有吧 对 有就好了 是吧 我们在现实的政治里面 一个现代社会里面 一个麻烦就在于 我们的价值和意义的源头 来自于一个源头 而这一个源头又和某种 具体的政党政治制度 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离开了他以后 我们就成了无缘之水 是吧 离开了他之后 我们就像 没了奶 叫做没了什么 没了娘的孩子 是吧 断了奶的孩子 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现代的这个 全能主义国家的出现 它的厉害就在于 它全部地斩断了 我们的形而上的意义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它垄断了一切价值 是吧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 是吧 所以你像吃奶的孩子 是吧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这个 你 没有别的选择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并不是说 我觉得 在这个意义上 并不是说 古代的人多么厉害 而只是说 它存在了一个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仍然存在了一个 现实世界 道和事 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道和事 这两个双国体系 这个双国体系的 鸿沟和张力 为这个 很多人的人生意义 开辟了另外的天地和源头 给他们以 那么支撑 这样使得他们 能够 以 微小的个人 和一种文化的大生命 沟通起来 和一个永恒的 奔腾不息的文化生命 绵延不结的文化生命 勾连起来 获得永恒的意义 获得无限的力量 所以他不怕 因此他能够做到 甚至 在一个朝代里面 敢于天子争是非 能够做到 这个不计现实的荣融 所谓的 视死如归 他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把它消灭了 肉体上消灭 恰恰可能是他 正成了他 道成肉身 证明了他的得道 证明得道升天 证明了他的文化意义 所以你打不垮他 而当一个社会 当一个政治 把你的这条意义的源头 全部拢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就是真正的 一旦你失去了这个支撑的话 或者你在这个体系 在这个政治体系 你政治权威不得到承认的时候 你也意味着你的生命意义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方面 我们活得非常的艰难和 我们的生存非常危险 这个方面 我们的生命的支柱非常脆弱 非常稀少的这种方面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儒家的自主性的目标 这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把一些学者的儒家理想 贯注到这个官僚体系 我想的话这是一个表现 感谢观看